HELLO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阿航 今天還回到了我們戴瑞生存日記的番外篇 從上次第一集番外篇開始 感覺上大部分的觀眾是蠻能接受這種節奏的 所以我們就讓戴瑞繼續的生存下去 那麼今天呢我有件事情想要做 就是上次我們這個門不是才剛弄好嗎? 我後來想了一下 如果我們要清理山頂在周圍的這些喪屍們 最好這個門呢是要做一個雙重門的設計 也就是說這個地方出來的時候 可能要再做一個家常的動作 這樣子我們門口會有比較好的防禦 等一下那個 我把自己關起來了 等一下先開門 把門上手對嘛 所以雙重門是非常必要的存在 那我的預計的構想會是呢 從這個地方延伸出去兩個鐵欄杆 然後外面再蓋一個門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比較容易的去解決掉外面的這些喪屍 然後像我們旁邊這個瞭望台 來上去給大家看一下 可能比較少上去 大家不太知道 這上面的視野 其實也不是說特別的好 怎麼旁邊這裡有一個大哥 大哥你是 我突然想起來了 這一位老兄 是我們上次在北部招攬的那個 我還叫他自己走路回來了嗎 他真的自己走回來了喔 可是 他怎麼在那個地方 我這樣子可以 摳他做一些動作嗎 我看一下 好像有點不太行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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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這個位置剛剛好 好不好 你在這個地方呢 你就負責防守 這裡就交給你 看到這些上次了沒 你就負責把他們給扁掉 你怎麼走下來了 是在哈囉 大哥 怎麼回事 有有有有 聽得懂聽得懂 原來他聽得懂啊 哇哇哇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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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OK啊 非常好 門口的部分呢 就交給他和這個阿伯 在那邊負責防守 原來這個阿伯是可以防守的 可是他好像不會站在原地防守 會不會越退越遠 就像是阿伯一直後退 等下都退到基地的另外一頭了 算了 反正他們能夠把門口上次解決掉就可以了 至少我們現在這個門口呢 算是暫時安全 那既然我們基地都安全了 這時候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 相信也是沒有問題的吧 那就是 波君出的這把 PQ01星空鍵盤啦 各位先別急的跳過 如果你最近想要送禮 或是想準備把新鍵盤 祝過暑假快樂打game的休閒時光 可以好好看看這把機械式鍵盤 從外盒上 就能看出滿滿的星空點綴元素 包裝也很不錯喔 感覺就像是在拆禮物阿 打開來裡面有鍵盤本體 編製的電源線 雙頭八軸器 另外有附防塵蓋就先給個讚 有養貓或是養狗 就知道這東西有多棒 再來看看鍵盤的外觀 整體就跟主打的 星空如斯 星星點綴這兩句非常的符合 整把鍵盤官方標示850克 使用81鍵拿掉小鍵盤的配置 來增加桌面使用空間 右上角有金屬磨砂的logo 和音量旋轉鈕 整把鍵盤採用了PPT 球型熱身滑布丁鍵帽 上方不但耐磨又不易沾上指紋 下半部使用更透明的PC材料 讓RGB的光線更沉浸散發出來 影片中的這把 我選用的是凱花白軸 話不多說馬上來讓各位聽聽 聲音聽起來還不錯 也沒什麼雜音對吧 因為這把鍵盤使用了內膽配置 不但能減少雜音 還能讓手感紮實 看看這張分層結構圖 就知道波鈴君在這上面 下了多少功夫 在使用上不像某些機械式鍵盤 按他使用那種怪怪的彈簧音 如果是跟我一樣 喜歡段落感清脆的 可以選凱花白軸 想要線性的手感就選凱花水晶九紅軸 想追求觸發速度的 PQ01更是有銀軸可以選 而且整把鍵盤還是熱插拔設計 只要你有PIN3PIN5角的其他加軸體 都可以支援換上 另外這是一把可以有線 2.4G無線跟藍牙的三模連接鍵盤 我超喜歡三模連線設計 因為在多工切換下真的太方便了 在家用桌墊就用有線模式 出門在外用筆墊就用無線或藍牙模式 4000mAh的電量也是相當的夠用 而且接收器還可以磁吸放在鍵盤底部 不怕弄不見這點超加分啊 更狂的是我問了一下波進有沒有什麼 Special可以給我購買PQ01星空鍵盤的粉絲 他們說只要透過影片下面的連結購買 就再送黑色手托 讓粉絲手有個安心的欺身之所 在其他地方買殼是沒有的 各位現在就趕快購買起來吧 回到GTA裡面 我上次不是收集了一些資源嗎 如果我現在要製作一個鐵柵欄的話 我身上是做不太出來 因為它這個地方有寫一個木製的柵欄 它做出來大概就是會像這個樣子 對一個木門 但是我是需要鐵欄杆啊 那目前我看過去呢 這個地方是沒辦法製作鐵柵欄或是鐵欄杆的部分 等於戴瑞呢 目前是沒辦法親自製作 那我問了一下營地的一些人喔 剛好在山頂在的這個地方有一個加工鋪 雖然這個阿伯看起來閒閒無事 抽著煙有點不太靠譜 但只要我們提供給他原材料 他就會想辦法把我們的需求給製作出來 那這阿伯有說啊 我們只要給他五個木柵欄 他就會想辦法加工出兩個鐵柵欄給我們 所以我現在要想辦法把這個炸的地方呢 湊到五 目前還需要一些木材還有黏合物 好吧 那麼我們今天一樣先從外部開始清掃 反正我們的門口會不斷的吸引這些喪屍過來嘛 對不對 有有他們都會靠過來這個地方 那麼我先把這個門給他解鎖 來來來來來 先吸引一下阿 基地的附近剛剛好一堆喪屍 那我們稍微省一點子彈 我上次不在加油站拿到這根棒棒嗎 來我們看一下這根棒棒 火力怎麼樣 喔 往頭 砸下去 欸 呃 原來我們從北部招募到這位幸存者大哥 這麼勤奮在我後面努力的輸出阿 好吧 那就讓他在我們後面吧 我先努力的收集物資阿 欸 這邊有個倒地的 我踢過去 你這個臭八怪 把你的物資交出來 欸這些上次不開玩笑 用球棒K他們頭到現在都還不能拿喔 血超多的 這樣有嗎 這傢伙OK可以收 欸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這兩個固門的都給我跑出來了 那等一下誰固門阿 他要是跑到最外面怎麼辦 不行不行不行 我覺得先讓他們回去吧 來喔 這位小帥哥 你跟著我 然後勒 這個固門的阿伯 在裡面打是可以 但你不要跑出去阿 然後這邊再把門先上鎖 欸欸欸 這樣子走過來 OK好上鎖 欸有有他們都有在裡面 來這位小哥哥 你過來一點 我們叫他站在這個地方就好 欸阿剛剛那個拿著小槍的阿伯咧 不要跑到哪裡去了 算了算了算了 這個東西阿我靠我自己來就好 唉唷 我身上怎麼沾了一堆上司的番茄醬 我傻眼 我現在突然想起來了 我當初拍第一季殷屍路的時候 這些隊友有些就是有點不太受控阿 甚至還有點傻傻的 其實如果子彈夠的話 我自己這樣子打上司 一發一發苗頭 還打得比較快一點 欸阿這個阿伯自己出現了 那剛剛是怎樣 在玩躲毛毛膩 那因為我們現在還要收集一些物資喔 所以我要把這些上司吸引過來 我就暫時先把我的消音管拔掉 這樣子有槍聲 他們比較容易過來找我開趴阿 收一波收一波 欸資源物品物資投放到附近 是這個地方嗎 喔這裡有是不是 好好這個物資比較多 時間有限 我先出門一趟 撿外面的物資比較快阿 不然撿門口其實會花比較多時間喔 然後過來的時候呢 再把門上鎖 欸這門真的有點麻煩 他就不能在我遠離的時候自動上鎖嗎 先把他扁下去 所以呢這雙重門 是我們基地非常必要的一個存在 他在什麼地方阿 在前面公路的樣子 先這樣子騎過來 在這個地方然後呢 進入危險區域 喔我看到了 阿在那個橋上是嗎 我這樣繞過來一圈 喔應該在橋下 喔看到了在那個地方 喔他們剛好在對付上司阿 我來偷襲他們 喔他們沒發現我在偷襲 來我切個低人稱 欸有嗎這裡 OK剛剛好附近這些上司 找亂的他們阿 我輕鬆舔包 來來來來 搜索一波 喔唷 加了十捏 不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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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這個加六 喔對這些傭兵 身上的給西特別多阿 加二阿水喔 阿這樣可以喔 也是有什麼東西都沒有找到的 有些人比較窮一點 OK撿完了 我稍微清點一下身上的物品 我做到五個柵欄就可以了嘛 三個 哇這麼缺喔 這麼難做 嚴重懷疑那個加工阿伯在為難我 為什麼一定要做到五個呢 代表還是要繼續收集物資才行 不過是我們來找一下附近有沒有什麼獅群 這樣子可以打比較快 欸剛講完後面剛好來一批 這些傢伙沒打到頭 沒有那麼容易倒地 欸等一下 喔喔喔原來旁邊有人在咬我 喔我想說我的血量怎麼一直在扣 哇塞 完了完了被咬到了 欸快快快快快 我這地上有沒有繃帶 有有 打個繃打個繃 稍微補一下 OK 喔喔喔有點多 有點多 我這樣子彈很容易被耗完 對了如果各位觀眾 我在仔細觀察的話 會發現 我們的子彈數量 每一集與每一集之間 他的子彈數阿 全部都是接續的 不會說什麼這一集有一千發 下一集也有一千發 所有的進度阿 都有來做一個存檔 欸附近又有物資投放 好我們直接過去吧 那個地方比較肥阿 哇在更深的地方是不是 阿在上次裝水那裡 OK去偷襲傭兵 欸這個地方這樣子 哇 沒辦法直接下去 呵呵 這邊太高了 看我的 身為一個多年的生存老手 這點坡度 欸 這點坡度是有點高啦 所以呢我可能需要 一點點輔助 讓我這樣子跳過來 對沒錯 沒事沒事 你們以為我會出事嗎 不會 我可是一個生存老手 唉算了 有的時候話不要講得太悶 還是謹慎一點的生存好了 OK空頭在過牆那邊 我一樣稍微找自高鐵過去偷襲 會比較安全一點 這樣子 我們把車停在上面 我拿一個十字弓 Pew他們好了 我看看這邊這樣Pew的到嗎 有有有可以Pew到 他們應該沒那麼容易發現我 欸 一石二鳥 一個打兩發 OK 有打到 上司已經過來 在咬他們的屍體了 不過還是要稍微小心一點 等他等下看到我 趁他在咬的時候 趕快把這邊物資收一下 OK好他蠻專心的在吃的 差不多可以把他解決掉 唉唷還撿到子彈是不是 這些傭兵身上的武器真的是蠻多的 那我現在目前撿到的一些武器呢 之後再來分給一些山頂在的防禦人員好了 所以現在盡量撿多是沒有問題的 目前身上的柵欄能不能再製作 可以製作 OK還差一個 欸這條路往下又有一個空頭可以拿 今天這一集真的是在專撿空頭 撿了一堆只能做五個木柵欄 然後去換兩個鐵柵欄 進入危險區域 好我們在橋的對面先把車子停下來 不然我怕我直接這個過去 視野上面不是這麼好掌握 然後看一下要怎麼過去比較好 欸欸欸欸欸 糟了糟了糟了 先裝消音管 奔跑的上司直接從我後面偷襲過來 我從這裡慢慢摸上去 只看到他們的車子 稍微蹲之前進 哇好像沒有上司在咬他們喔 就用卡兵步槍吧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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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一千千地人稱 欸他們這個是怎樣哈 欸欸欸欸等一下等一下 通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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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燒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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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看清楚人在突襲 糟糕現在後面上司撲上來 好像還有人 我先綁個繃帶 欸他過來了 有有解決掉 不是我說他們的這個 車子怎麼是弄在空頭上面是哪招 欸欸欸欸 這些上司 從橋上一個一個過來了 解決掉了 哇有點驚險 剛剛差點快嗝了 然後我現在的口渴度也不夠了吧 這就是生存啦 他們有沒有水 有有有有 太好了我有撿到水 來 好的把水補滿了 然後 這個 空頭 撿 哇15個 沒問題 撿好撿滿 這樣子應該有了吧 直接有撿到成品的柵欄啊 那就不用再做了 現在身上物資有了 回去兌換 喔喔喔喔喔 幹嘛幹嘛幹嘛 他是跑去咬嗎 是是是是 剛好他們的屍體在那裡 哇 這裡橋剛好生成了一堆這個障礙物 我這邊這樣子過去可以嗎 挑戰一下 這樣子過來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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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繞一下他們喔 爬上來 剛好橋這邊 生成這些車子 喔呦 沒辦法舔這些了 太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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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先上車走人 一個人在外面 收集物資 也是蠻危險的 很容易被這些傭兵給放掉 還要顧身上的口渴和飢餓度 好險我身為一個生存 算了算了算了 不要講這些 等一下要繞山 到家了 太好了 阿伯你在這邊喔 我開個門喔 這個開門 還要自己下來解鎖 真的是有點麻煩 到時候我看能不能把這個東西 搞一個自動門出來好了 好我們機車先停這邊 我們來找這個加工阿伯 跟他稍微兌換一下 把我身上的五個鐵柵欄 跟他做個交換 我把這個五個鐵柵欄 都交給他了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去正門口 蓋一下 這個鐵柵欄吧 這可能要花一點時間處理了 那麼就請各位觀眾 稍等一會 那麼經過一段時間以後呢 我的雙重門已經搞定了 來給各位看一下這個雙重門 理論上是怎麼個運作法喔 一般裡面這扇門阿 其實不太需要一直開關 我可以讓他一直維持這個狀態 然後呢 戴瑞就可以在這個地方 去清掃一些來犯的上司們 如果當我們今天要外出的時候呢 這個門這樣子自由的解鎖 如果我跑遠的話 這個門他是會鎖起來 然後裡面那個他可以不用上鎖 那當我們收集完物資回來以後呢 門就會自己打開來 然後呢再把他鎖上就可以了 然後如果需要雙重的防護阿 就把這個門直接上鎖 我就不相信這樣子山頂在 還會有什麼喪屍弓進來啦 應該是不太可能 欸啊我怎麼這個門弄好以後 好像怎麼沒有喪屍靠過來 怎麼回事 欸讓我展示一下這功能阿 喪屍門欸 等一下我先把這個 消音管拔掉 欸哈囉 怎麼都沒有喪屍 這怎麼回事 還是我們殺太多了 都沒有喪屍過來 不可能吧 我來呼喚一下 欸喪屍們 醒來囉 欸今天附近真的特別的親優耶 阿算了 反正這個雙重們 有機會一定可以好好展示一下他 他這個是絕對安全 我現在對於這個基地 越來越滿意了 那麼各位 如果覺得我們基地 還有什麼需要再加強的部分 歡迎在底下留言 喜歡這個系列 也留個喜歡讓我知道 那麼各位觀眾我們今天這集 戴瑞生存日記翻外片 就到這邊了 感謝大家收看 各位記得到我的FB還有IG 按個追蹤 以及點選影片下面的連結 來購買超優惠的鍵盤吧 那麼我們就在下次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 拜拜 拜拜 來購買超優惠的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